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尊敬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 人生的路就时时存着这个善心 去例行善行 该是我们的福分 自自然然就会到来 所以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我记得闻了佛法之后 那我们也是遵从师长的教诲 告诉我们要为佛法 为众生 所以很自然的 我们这样的心念 就能赶来好的因缘 所以我本来没想到去教书的 没起过这个念头 结果因为你有一份使命感 缘分还会帮你安排 不操心 所以那时候我到了台东 在那里休息了一下 因为感受到 人生先有智慧最重要 不要急着 横冲直撞 方向都转错了 忙了几年 徒劳无功 自己身心又很疲惫 所以我到台东去 青山绿水 把心静下来 好好思考 自己二十多年来 这些过时 很有意思 心静下来 慢慢就能洞察得到自己 思想哪些错了 做法哪些错了 然后每天就学习 就读经典 这样持续了几个月之后 就有因缘来了 所以好的因缘 都要心静下来才会来 心很浮躁的时候 都结的都是比较不如意的缘 因为心浮躁 赶的都是二员比较多 所以反而心静下来 刚好当地有一个学校 有一个女老师生产 要请两个月的产假 结果找不到人代课 那为什么找不到人代课呢 因为那一年 法律改了 本来是高中 毕业就可以代课 改了以后 变成大学毕业 才能代课 所以整个乡 职上乡 找不到一个大学毕业生 就找到一个 要从高雄坐了几百公里 跑到台东去的大学生 就找到我了 你看这不是偶然 所以我们真有那一份善心 那佛菩萨一定会安排 好事给我们做 现在该做的事太多了 奇怪了 我们都发愿了 佛菩萨怎么不安排 佛菩萨心想 我们那个心不够真 假如去干了 干到一半说 佛菩萨我不玩了 我不干了 那怎么办 所以要发真心 一定能感应 所以因为都找不到 大学毕业生 就找到我了 所以他一来找我了 我有点害怕 因为没有心理准备 叫我去大概一年几 那个身高都到我的腰而已 所以我 小孩那么小 我怕我不知道怎么带他 我就回绝了 过了一个礼拜 他们又来了 实在找不到 我们心里想 人家都这么困难 我们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 所以我就答应了 这么一答应 去教了几天书 很累 真的很累 因为心里有负担 因为在教书的当中 这孩子的 他的人格 还有他的安全 我们都要担心 所以虽然不是很重的火 但是心里上要实时 要关怀着这些孩子 所以会比较累 所以由于去带了学生之后 我以前都想我妈妈当老师 有寒暑假真好 别人也这么讲 但是我自己真正去带了之后 才了解到 其实那个都是缓和一下而已 这长期几个月带着学生 那心里的压力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在旁边看都觉得 哎哟当老师很凉 那不对了 我们没有感同身手 所以我真正去教书的 对我妈妈更佩服 要带那么多学生 回去还要带我们三个孩子 还要照顾整个家 真不容易 所以后来我就答应去带了 带了几天 我说哇真累 不过心里有踏实感 觉得做了这个事 是真正能利益孩子 能利益这个社会 所以我就决定了 回来之后就去考师之班 结果你看 佛不赛很慈悲 连我的补习费用都帮我准备好了 因为我去代课这两个月 那个钱就可以付补习班的费 不止补习班的费用可以付哦 连考上以后的学费都准备好了 结果我就去参加考试了 然后离考试的时间 还有四个多月 我心里也不担心 为什么 既然要走了 就是一辈子走下去 第一年没考上再考第二年 第二年没考上再考第三年 人决心下去之后 心就定了 很多人准备到后面的时候 我假如考不上我要干什么 就被自己的想法搞得心里很乱 所以考试最重要的是心 心能稳定才能十拿九稳 所以我整个准备考试的过程 心都没有浮动 不只是读了这补习班的这些知识而已 我们每天还是固定的听师长讲经 因为一听师长讲经 心就很近 读书的效果特别好 所以佛菩萨保佑 这四个多月之后也顺利就考上了 然后接着又读了一年的书 然后教了两年的书 教了这两年之后 我们感觉自己中国文化的底子太差了 所以我就到了澳洲去学习 你看也很有感应 就遇到了杨淑芬老师 给我中国文化很好的启迪 这个杨老师教导我的中国文化 不是教我很多篇经文 而是把这些圣贤人 实时为人民 为人的那一颗心 真正让我感受到 因为杨老师讲的这一门学科 是德育故事 我每一次听德育故事的时候 眼泪都会止不住的流 很感动 感动他们的德行 感动他们的孝涕中性 理义延连耻的精神 所以我感动到什么程度呢 感动到这个卫生纸都不够用 然后旁边有一个香港来的师兄 看我已经用完了 还会把他的卫生纸推给我用 然后他都不敢看我 所以这一份感动 效法我们古圣先贤的精神 承担起这一份责任 后来我从澳洲回到台湾 又教了半年的书 接着我就准备考 因为我要出去以前 把教师辞掉了 又回来参加教师的考试 看能不能考上哪一间学校 结果好多整个台湾 好几个地区都有朋友 帮我念佛 帮我念经 希望我考上 我都对他们很感谢 结果第一次考试 刚好就是我们家对门 我那个如意算盘都打好了 假如让我考上 我一辈子都在这里 几十年 这样子学生毕业的 遇到人生一些问题 他一定找得到我 还会回来找我 你看我都打那个如意算盘打好了 因为那个学校就离我们家 两百公尺就到了 我要进考场去的时候 因为先比试 一百九十一个人考 那个富士二十一个人 全部都是有教师资格的 大学以上的 这些准老师 结果一考 刷下来 最后二十一个人进富士 结果只有一个男生进富士 你们认不认识他 全部都女生的 那个真正写文章 女生还是比较厉害 结果我进去考场的时候 三个主考官说 今天还有男生 结果我要进去的时候 他们学校的老师就说 我们学校很缺男生 我在那里想 十拿九稳 甚至于我要进考场以前 我还对着 这一片土地上说 你们要保佑我 你们保佑我 我就好好教你们的子孙 我都觉得他们都蛮支持我的 结果一进去考 坐下来的时候 这个主考官就问我 你有没有行政经验啊 有没有当过什么 学校的行政人员啊 你有没有得过奖啊 可以帮学校去参加什么比赛啊 我就是没什么才华 所以这些我都对不上 我说完蛋了 遇到克希 好 问了这么多问题 就没问我一个问题 他都没有问我 你有没有爱心啊 当老师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什么 不是去帮学校办活动 那是次要的 最主要学校成立 就是要做育英才啊 可不能搞得最后是 学校一大堆奖壮 但学生没教好 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我就这样呢 伤心的落悬了 而且还是被 有劲啦 但是是被取 排队 结果又去搞高雄县也被取 结果都是这样 考到最后 我爸爸要去看榜单 我都叫他别去 每一次都有希望 每一次都失望 我看得很不忍心 后来真没考上 假如考上了 我现在在哪里啊 假如考上了 我现在就在抱小孩啦 晚上都会被 这个小孩的哭声吵醒 那我后面的语言就接不上了 所以没有好坏啊 通通交给佛菩萨安排 我们就认认真真 活一天尽心尽力 尽一天本分最重要 所以我没有考上啊 还有朋友跟我说 所以你看你这几年修行 居然连个老师都求不到 你要好好反省 我说哦 对啊 他讲的也没错嘛 真的没考上嘛 可是我们要反观自行 对得起众人就好了 不一见得要人家认同你 这个叫人不知而不运 不亦君子乎 人生一定会有可能 人家不了解你 这个时候也不要难受 但是要很清楚 自己的起心动念 是不是真正在为人着想 在做好事 结果后来没考上没多久啊 杨老师就说 这个海口有个因缘 这老师就带着我到大陆去 所以后来我想想呢 这些同修们啊 念佛的功力很强 他们帮我念佛之后啊 把我一下子就冲到大陆去了 让我接上了这个缘 所以他们功德无量 这样子我们才有啊 这个因缘呢 到大陆去呢 推展中国文化 这个算是呢 抛砖引玉 我这一块砖头 抛出去呢 现在呢 大陆有很多好老师呢 比我优秀的老师出来 所以我这一块砖块 要回台湾修一修 所以这个因缘啊 确确实实啊 都是我们的这个怨心在招感 我也没有跟佛菩萨讲 佛菩萨 你让我考上一个学校啊 我没有这样求 我们求的就是为佛法 为众生 至于怎么安排呢 我们随缘 所以当下那时候 我没有考上了 我没有难受 但是呢 因为这几天为了考试 该做的事啊 没有做 我就赶快带着 杨老师写的地址归书法本 载在车上 赶快到静中学会去送 这几天都为了考试 都没有办法送 赶快再做这些事 自己很高兴 付出都很高兴啊 有求的时候就很难过 所以人生啊 要放下得失心 求的心 该是我们的 自自然然就是我们 所以以这一份善心啊 我们坚定的依教奉行 去走我们的人生路 敦伦敬奋 闲邪存存 信愿念佛 求生净土 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啊 都不是为了什么福报 不去求福报 都所有都是回向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人生就过得很单纯 而往往人生的路啊 我们没有依照 这古圣先贤的道理去走 孩子自己呢 可能会有很多的想法 这个时候会动不好的脑筋 这样就不好 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啊 你看就有医生 他行医 然后为了多赚钱 你看这个就没有遵循行善的原则 很多病人来了 缴不出医药费啊 缴不出这个挂号费用 甚至开刀前要先缴的费用 缴不出来 他就不看 然后又收红包 结果啊 他就这样一直做下去了 很多新进他同部门的医生 也染上了这个坏的习性 都是要红包才肯给人家看病 后来啊 他出了车祸 这个是真实的事 他出了车祸啊 撞得面目全非 结果就送到他自己的医院 也送到了他那个部门 结果因为看不出他是谁 又没有人来缴费 他那个部门所有的医生啊都不看 他就这样拖过了救命的时间啊 就死在他自己的医院 自己的部门 哇他的亲人后来知道了 来了 哭天抢地 其实我们要了解啊 那是果报啊 你看他 缴不出钱的这些病人他都不看 这些病人的家属啊 当下也是哭天抢地 而当他的家人失去他的时候 在那里哭天抢地的时候 能否感受到 当他不治这些病人 那些病人家属的感受 他能不能感受 所以欲令自弥啊 人有了欲望之后啊 真的无法感觉别人的苦痛啊 都视若不见 结果自己也感得这样的恶报 人生啊真的是 死死都要是 爱尽 爱人的心啊 尽人的心 存心 这样的人生路才对 你看现在很多家 家长教孩子 都教的 这个别人有什么事啊 别帮忙 这个帮人才是傻瓜 我曾经就听过一个长者讲 一个三年级的孩子 进门来跟他妈妈讲 说妈妈 我们班今天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一个同学啊 他的便当翻了 翻了 结果呢 我就跟其他的同学啊 把我们的饭呢 都分一点给他 而且我是分的最多的 我拿最多给他 结果这个妈妈呢 打了他一下头 你怎么这么傻啊 你怎么这么傻啊 那妈妈付钱了呢 你还分给人家 你看 教孩子自私自利 孩子这个自私心 真的形成了 他以后走到公司职场去 他一定很少朋友 到时候不知道要吃多少苦 所以父母没有智慧啊 不只会毁了自己的人生 连自己孩子的人生 都会障碍住 所以有一个爸爸 就跟他女儿讲 你看到任何人啊 这个 躺在马路旁边啊 出车祸了 你都不要管 就不要管 不管我们的事 你看哦 这一个教导啊 孩子的心性 学到什么 学到冷漠呢 那最起码我们可以赶快打电话 叫救护车来吧 所以孩子冷漠了 请问他会对谁冷漠 难道只是对路人冷漠吗 冷漠的行程 对一切人都冷漠啊 所以真的人算不如天算 刚好有一天 他的太太跟女儿啊 走在路上 看到一群人围着 结果呢 他太太带着女儿啊 也过去了 一看 是一个人啊 躺在 躺在雪坡当中 伤得很重 在那里呻吟 结果他们马上想到 爸爸说呢 这个不管我们事 就准备要走 结果那个躺着的人啊 看到他们两个的时候啊 那个整个状态不一样啊 就伸手呢 要去拉 结果呢 他一看那个动作 更害怕了 就赶快赶快走 赶快走 太太就带着女儿赶快跑掉了 结果那个就是他的父亲 他已经病得很重了 又看到自己的女儿 所以赶快要去拉女儿来救他 但是因为他交女儿 人家出车后不要管 赶快走 所以他的太太回家没多久 就接到医院的电话 他的先生已经不致死掉了 所以这个因果啊 我们这个心地是因啊 会感好的跟不好的结果 所以时时啊 学问就在呢 保持这一颗本善的心 所以这个整个因果教育啊 对于整个我们做人主事 以致文化的承传 相当的重要 那以前的因果教育啊 是城隍庙教 城隍庙教 所以我们听师长讲呢 走到城隍庙去看到呢 做恶事啊 多伤恶道多地狱道的果报 所以一看到啊 印象深刻不敢造恶 所以在很多城隍庙啊 都有写对联 写道啊 人亏人 天起亏人 人跟人啊 会互相欺负 会欺负人 人会亏人啊 天绝对不欺负人 会照顾人 你行好事啊 上天一定会批音 天起亏人 你骗你 人跟人互相欺骗 但是城隍也不骗人 我不骗你 这些城隍老爷啊 阎罗王 都是为上天啊 执行这个天律的 做善将之百祥 做不善将之百祥 还有另外一对 这个对脸来 写的很有道理 所以真的啊 这些话都把因果道理 交给我们 说阳士所为 月里七天 皆有己 都是自己啊 放纵自己 做坏事了 但是阴间报应 古往今来 放过谁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啊 所以阴间报应 古往今来 放过谁 我们对因果啊 绝对不能有 丝毫的怀疑 所以这一副队员啊 还有一句横批哦 叫做 你又来了 所以这一句话 给我们很高的警惕啊 我们可不要 又到三恶道去啦 所以不要到时候 城隍也又看到我们 你怎么又来了 所以人世间啊 没有什么吃亏的事 只要真实的 做善事 人欠你啊 天会还你啦 所以有个老太太啊 没有读过书 然后呢 到了城隍也那里 城隍也本来呢 在那里审案啊 看到这个老太太啊 马上起立 对她很恭敬 其他的人就很好奇了 说阎罗王啊 她才是个村妇啊 你怎么这么恭敬她 她说这一个老太太啊 虽然一生啊 没有什么赫赫功业 但是她一辈子 都是为了她的家庭付出 她的脑海里从来没有一个 为自己着想的念头 她自亏了没有 她没有 所以连阎罗王都非常尊敬她 然后说着说着啊 这个老太太 就走着走着啊 就升天去了 然后连阎网说啊 她已经不亏我管了 所以真的啊 人生绝无此亏啊 天一定会还我们 纵使是一个善念呢 都有好的报应 所以在了凡视讯当中 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故事 魏忠达先生 你看他那时候当官呢 有一天做梦啊 被抓到这个阴间去了 审判他 拿了个天平 善恶恶禄 把他的恶呢 所记载的 你看呢 我们起心动念啊 一言一行啊 自己有时候忘了哦 但是那个阴间都记好了哦 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真相啊 警觉性要很高 要守住自己的正念 所以就一大堆的恶禄啊 就好像一间房间都快要塞满了 所以这魏忠达先生说 我才四十岁呢 怎么有这么多恶 结果 这个阴罗网告诉他呢 不带你做 起的恶的念头啊 都有记录 所以才会那么多 结果一看善 没什么善 就一卷呢 跟筷子一样大 结果就 把它拿起来一寸 二路迎庭啊 反而轻 这一个这么小小的卷宗啊 反而比较重 所以很惊讶呢 就把它打开来一看 原来啊 他在当官的时候啊 皇帝要建三山石桥 就很大的一个工程啊 成千上万的家庭 可能都受影响 都必须去干这个事情 所以劳民三财啊 他就跟皇帝建议 不可以干 结果魏仲达先生说 可是我建议了 皇帝并没有采纳 怎么会有功德 所以接着呢 阴罗网说啊 因为你这一念心啊 是为万民着想 所以福报很大 假如皇帝又采信了 那你的这个功德福德更大 所以我们那颗心啊 为一生者物谋啊 为天下者谋之啊 为一时者物谋啊 为万事者谋之 要有这种心境 为自己一生的不要去计较 可是能利益大众的 要尽心尽力 一时间自己的这个福报呢 不要去求 要求的是千秋万事子孙 还有后代的福报 这个都是心量啊 要扩宽 好 所以我们早上提到的 要用智慧来选择人生 这些因果的道理啊 都可以让我们的人生啊 朝着行善的正确方向去走 所以路修不看就走 我们会判断的走对路了 人修不择就交 我们交朋友 一定要啊 所谓亲父善友 亲近好的朋友 如物入中行 就好像走在这个 早晨这个森林里面 都有物的情境之下 虽不失衣 虽然我们的衣服啊 好像没有湿 但是事实上这个露水啊 时时都在滋嫩 时时有嫩 所以交好的朋友也是这样 所谓 静诸者吃 但是静默者黑 所以孩子有能力判断 交好朋友 以至于啊 有能力判断 交好的对象 这个都需要智慧 假如判断错误了 很可能毁掉一生 你看很多的人 他一辈子工作到四十几岁啊 也挺有成就的 结果用错一个人 把他的钱全部卷走了 还让他负债 哇 他面对这样的事情 打击太大 一蹶不振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遇到这样的部署 这个时候怨天尤人 有没有用 这要反求诸己啊 那我们看人的智慧不够 所以面对人生的这些因缘啊 很重要的 一定要有智慧 有判断力才行 所以俗话讲的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 而这个入错行啊 不只是行业别要选对 甚至于跟的领导人 都要会看 要跟有德行的 不能跟没德行的 到时候干错事的 自己通通都进监狱去了 所以有一位老师啊 他常常上台讲课的时候 他都会跟大众讲 他说啊 找对象 他是个女老师 他说找对象 一定要找孝子 他为什么讲的这么坚定呢 因为他自己就是找到 找到了一个孝子 他觉得他人生很幸福 所以劝这些还没结婚的人 想结婚的人 这个判断就是孝 那当初他还没结婚以前呢 他还跟他男朋友 在谈对象 同一个公司 然后呢 他先生的妈妈也在那个公司里面 结果有一次啊 他们公司举行抽奖 然后抽奖呢 他的先生上去抽奖 抽到了一个金项链 结果底下的同仁就开始起哄 说赶快戴啊 戴上戴上 就叫他的先生呢 要带 找个人把他戴上去 就在下面起哄啊 其实他同事的意思 叫他的先生 给谁戴上啊 那时候他们还在谈对象嘛 所以其实就是要起哄 叫他女朋友上去 然后把他女朋友 这个戴上去 所以人就很无聊 就净干这些起哄的事 真的哦 人有时候乱起哄啊 可能就让人家糊里糊涂 就结婚去了 也糊里糊涂了 就离婚去了 这种事不能干 一定是要让人家 好朋友要互相学习 这个圣贤教委 让他自己去判断 不要在那里乱起哄 乱给人家撒作堆 这这样不好 因为那个婚姻事啊 都要很慎重 所以很多人就是在这个起哄当中 真的跑去结婚了 你们有没有遇过 所以开玩笑不可以乱开 所以就这样起哄起哄呢 然后呢 这个女老师呢 她在台下就忐忑不安 她也很期待 戴到她的脖子上 可是又很害怕 假如不戴我 多没面子 结果突然她的先生说 戴就戴嘛 然后大家就等着看 结果她就马上叫她妈妈起来 这个女老师当下 觉得要挖一个洞钻下去 可是虽然很难受 心里又想 最起码她还挺孝顺的 所以这个面子放下来 还是稳住情绪呢 还是挺挺对啊 这个男朋友这个行为啊 很认同 所以后来呢 嫁给她之后呢 真的呢 对家都很负责任 以至于啊 她要出来的 这个推广这个中国文化 她的先生还有婆婆都很支持 所以她就说你看 就是因为家里有孝道沉船 对文化都很认同 所以她现在那个路啊 都很得到家里人的支持 好 所以这个孝道是个判断 以至于啊 从很多生活的细节 都可以判断一个人的人品 这个我们都要会看 所以有一个 有一个的男众 他就到国外去留学 结果呢 交了个女朋友 也是华人 结果有一天啊 在等红绿灯 然后呢 因为他自己啊 闯红灯习惯 所以一看呢 没有人 没有车的 他就拉着女朋友 要过马路去了 他女朋友说 红灯不可以闯啊 他说没关系啊 就硬就把他女朋友 就拉过去了 结果过了马路之后啊 他女朋友很沉默 他也觉得这个气氛啊 不大一样 结果他女朋友接着说呢 我们分手吧 他就吓一跳子 我做错什么事了 他说 你连红灯都敢闯 你有什么事不敢做 就这样就跟他分手了 他的打击也不小 那也对啦 你看连这个法都不守了 那他以后还会守什么法 所以他回来呢 金一试 长一智 所以以后都不敢闯红灯 后来回国之后呢 又交了个女朋友 有一天呢 又遇到了红绿灯 结果红灯呢 他的女朋友就拉着他说 走啊 他跟他女朋友 他已经学到一次教训了 红灯不可以闯 又守法 就在那等 结果后来呢 过了马路呢 他这个新的女朋友脸很臭 不大高兴跟他说 我们分手吧 哇 他说 怎么会这样 我不走红灯也要分手 他女朋友跟他说 你连红灯都不敢闯 你还能做什么 所以你看哦 这个判断力很重要哦 这一个男士啊 他第二次 他的女朋友 你连红灯都不敢闯 你还敢做 你还敢做什么 其实这个时候呢 这个女朋友跟他分手 对他是福还是祸啊 这是他的福啊 假如真的结婚了 他太太时时闯红灯 那他以后的儿子 那可是很危险啊 所以这是他的福哦 只要真正能依循 道理做事情 祸都能够化掉哦 所以还是要用正确的判断力 还是要守法才对 还是要预照天理 做事才对 所以选择对象啊 选择朋友啊 其实不复杂 就一本地址规就能判断 假如你觉得这个人不错呢 然后呢 把地址规介绍给他 他假如看了地址规之后呢 很欢喜 那他很有善根 那这个就很值得交的朋友 假如这些经书拿给他呢 他都一点兴趣都没有 他只想赚钱 那这个我们自己就要谨慎 这样的朋友 假如是谈这样的对象 以后你嫁给他的时候呢 帮他干什么 就帮他算钞票而已啦 帮他赚钱啊 所以有一个先生啊 他很勤劳哦 勤劳好不好 大家都不回答 知道蔡老师很奸诈狡猾 勤劳要看从心地上啊 勤劳的动力在哪里啊 那个死要前的人也很勤劳呢 是吧 他24小时可以工作16个小时 他也很努力哦 可是他满脑子都是名利啦 所以这一个先生呢 很勤劳 从外地回到自己的家 家乡呢 都马上去拜伙 拜访客户 没有先去看自己的父母 那这样子的人啊 他都是名利啊 他对父母都不念恩啊 他妻子儿女会在意吗 所以看人啊 那个深度要看得深入 所以怎么看人呢 古圣先贤啊 有一些重要的教诲 孔夫子说 事其所谓 观其所游 查其所安 人焉收哉 能从这三个角度去看人 那纵使在隐瞒呢 也隐瞒不住的 事其所谓啊 这个所以就是看到他现在在做什么 观其所谓啊 是看他做这件事的动机 还有是 或者是 这个人这几年在干什么 他的整个经过 他的动机 他的经过啊 都属于观其所游 事其所谓 只看到这个 现在在做的动作 观其所游 就看到他的动机了 查其所安 是他做了这个事以后啊 他是什么样的心境 都可以观察一个人 比方我们叫学生扫地 同样在扫地哦 有的学生是觉得 我可以帮这个班级付出 所以查其所安 他做得很高兴 虽然动机是老师交代的事 但是他是欢喜做的 他安住在这个尽本分上 有的学生虽然在做 嘴巴翘得很高 真烦还要做 所以他做完之后不高兴 所以这孩子的所安都不一样 是吧 所以看就要看得比较深入一点 所以看人 我们要很冷静 欲知人者先自知 我们自己都看不清楚自己的 怎么可能看清楚别人 连离我们最近跟我们24小时相处的自己都看不清楚 我们焉有看清楚别人的道理 所以学佛法 学圣教 心外无法 默向外求 能看自己的优缺点 看得清清楚楚 才能看得清楚别人 所以我们自己每一次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心境 我们看清楚了没有 我们有没有时时观照 心有没有偏离真诚清净 平等正觉慈悲 我们真正去 尽我们的本分 我们有没有查我们的心 哎呀 我们孝顺完父母之后 心里很踏实 而不是应付 我们在工作当中 尽忠职守 我们觉得 自己很安慰 也不是应付 这个都是要看清楚我们自己 进一步啊 自己能照得清楚啊 自己的心地就像镜子一样 很清净了 那照别人啊 也能照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这个观人呢 可不能 全部的精神都看别人好 看别人不好而已 而且说实在的 人与人啊 都是啊 这种 磁场的感应 所以《易经》当中说 方以类聚 物以群分 这个用我们平常在讲的 闽南话叫 流高流 风高风 温骨的高动功 对啊 你看哦 我们都在那里想 哎呦 我要很会看人 看到好的人 你要跟人家交朋友 人家不要你 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 那不是去跟人家攀缘 是提升自己的德行 自自然然就赶来好的人 这个教育 孔夫子也说了哦 所以为正以德 譬如北城 就像那个北城 那北极星一样 哎 北极星在那里啊 其他的星都围着他绕 所以有了德行呢 很多好友就自然然吸引过来 所以很多年轻人在那里沮丧啊 我怎么都交不到好朋友 继续这样子想都交不到好朋友 自己提升德行 提升爱心恭敬心的 那好朋友就能感召来 所以大学里面有一句话 讲得很好 有德持有人 有了德行就能感召好的人来 有人持有土 有土持有财 有才持有用 你看中国人呢 把这些道理的赤地先后人 点得非常清楚 一般人看到这个句子的时候 就想 哦 这个是当官的 当国家领导学的 中国文化是很圆融的 小到个人家庭 大到天下都用得上 我们不要自己的分别 把这些这么好的教育 当面错过 你看这一句话 小到家庭 有了德行才会赶来 有德行的人 来到我们家庭 所以你看 这个男士有德行 他赶来好的老婆来 组成夫妇 好的对象来了 有人持有土 这个在古代的土就是 你很有德行 有一个地方可以 人民很信任你 你治理 其实用在家庭 这个土就是组成家庭了 组成家庭以后 夫妻一条心 黄土化成金 有财 家到兴旺了 这个财不只是钱财 还有好的子孙 好的人才 也会从家庭里面出来 所以范仲淹先生 生了四个儿子 四个儿子都有很高的成就 其中有一个还做到了 比自己还要高的 正宰相的位置 而他们家有钱财了 又有好的后代了 有财只有用 他们家的人财 他们家的财富 用在哪里 要用对 用不对了 这个钱财就到这里了 用对了 这个钱财 能够辟应后代子孙 所以这一个是一个循环 这个钱财人财用对了 就赶来更多 有德行的后代子孙 所以你看他的家道 到现在范仲淹先生 后代子孙有几百万 估计已经超过一百万 所以润泽德本 你看他的财富跟他的子孙 把钱用在哪 用在帮助大众 所以他们 后代子孙的德行 又上来 所以人生正确的经营 就是把财华 财富 都要用在提升自己的德行上 润泽德本 范仲淹先生去世的时候 他的一田是一千亩 到了清朝 他后代子孙 发展到多少亩呢 四千亩 范仲淹先生 虽然离开了 但是他的那一份德行 他的子孙 既其志向 沉传下来 到了清朝 是发扬光大 所以你看这一个循环 给我们人生 很大的启示 所以不管 我们要经营好的家庭 还是好的企业团体 最根本的 是先提升我们自己的德行 有了好的德行 好人坏人 我们一接触 就感知得到了 也能感应来一些 志同道合的 这些有缘的人 所以就能 有德 只有人 有人 只有土 这个土用在企业上 就是我们的 发展机会 市场 有土 只有财 真正 赚到了钱财 真正 这个 有德行 又能把这些好的经验 承传给其他的同仁 人才越聚越多了 而且又用在 社会国家 这样就对了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 先分享到这里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